他本是一位乡下老江人 靠唯一手艺艰难谋生 却在63岁时靠此手艺打开了儿子事业僵局 他本想重拾童趣 为孙子留下美好童年 却意外走红 轻松获赞千万 碾压一大批职业网红 他本为出行方便 建造了一道木拱桥 却被网友误以为偷偷利用了CAD建模技术 认定他是高科技人才 他很平凡 却又立志传承2600年前孙某技术 他是阿木爷爷 头戴一顶草帽 手里拿着竹子和木板 不善言谈 却格外受人敬重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你想要了解的明星故事 娱乐八卦 这里都有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阿木爷爷的木匠人生 阿木爷爷到底有多厉害 不辣一根钉 不着一滴胶 一块木板就能被他变成一把凳子 砍下竹子后不用切 用火柴将其打弯 接着他手下的竹子就变成了一张躺椅 先在一根根木条上挖槽 悄悄打打让他们嵌入对方 然后他手中的木条就变成了一道木拱桥 这都是阿木爷爷的绝活 也是损某结构的精髓与神奇之处 将凹凸不同的两块木头 对接到天衣无缝的程度 这样就完成了一件木工活 全程不用钉子 胶水和金属固件 凭借这份手艺 阿木爷爷快速在全网累积了三百万多的粉丝 视频累积播放量近两亿 又被央视等六百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这几年来 阿木爷爷做出了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木工作品 上海世博会中国模型馆就是其中之一 它由42根损某棱和27条所组成 平均每四个损某住一个损某集 各个小零件之间环环相扣 不仅看见了美轮美化 而且怎么也拆不散 虽然整个展示视频只有五分钟 但足以窥见阿木爷爷的功力 从画图纸凿毛化损 聚爆磨抠下料打蜡 再到最后互相镶嵌 阿木爷爷必须严格遵守尺寸 保证精确的一理一毫 否则就会功亏一亏 阿木爷爷在视频中基本不说话 却能将木头玩出各种花样 制作鲁班凳时 他先在木头上做好左一右二等标记 再用普通刀具切削曝光 磨钻凿抠最后上漆打蜡 就能将各构件镶嵌在一起 然后完工 成品看起来很松散 撑开后又发现每根木头都在紧紧相连 稳固结实又耐用 凳子有了还差个桌子 阿木爷爷拿出一大块木板 按照画好的线条 慢慢切剧 打磨 再分成两层相互交错的结构 小许多余木条 古色古香的将军案就做成了 后来他开始研究小物件 他先在种木上画好线条 弧形太极八卦图 接着锯 磨 凿出小块套在一起 就成了一把把菱形立体锁 方块锁 爱心锁和苹果锁 然后各种各样的损某结构 加新元素小物件也横空出世 几块边角料与玻璃纸组合 做成翼盏六角弓灯 一段新竹 做成扇形 再加上布条 就是风车型驱鸟器 几段木头 参差交错 再配上两个圆块 两个有弧度的方块 就是会走路的机器人 木板具成圆形 再刻成小哪吒的图案 安装上悬浮块 就是在空中旋转的小魔童 阿木爷爷的视频中 有古老的传统工艺 更能看到一位匠人 不疾不徐的处事态度 穿行在绿树 流水和鱿鱼中 他仿佛是一位仙人 但其实他也是个普通木匠 阿木爷爷原名王德文 九岁时父亲早逝 母亲体弱多病 他扛起养家重任 那时家里锅盖漏气 总也争不熟饭 一共木工亲戚得知后 赶来帮他们做了个木锅盖 也就在那一刻 王德文认定 以后要做一个木匠 13岁他辍学回家学做木工 学了三年后 他还是一分钱也没拿到 直到四年后他才出师 有天做工时 他突然看到东家的一把鲁半凳 特别惊艳 久久不能忘怀 回家后他便开始琢磨 几天后他终于造出了一把同样的凳子 这是他第一次 不为谋生而做的损某结构小物件 也是60岁前的唯一一次 之后王德文依旧是四处谋生 他的手艺不是最高的 但却是最认真的 因此80年代他就能拿到一天两年的高薪 真真切切改善了家人生活 晚上 东家还会找他一起聊天喝酒 孩子们绕席而坐 岁月静好 这大概也是王德文前半生的最高光时刻 进入21世纪 现代化逐渐代替手工 村民们迷上了皮沙发 扬家具 不再需要忠实家具 木匠地位也大不如从前 这门备受推崇的手艺 如今却被时代抛弃 他来不及思考 因为对他而言 最重要的是生存 木匠纷纷去家具厂打工 王德文也去了 但映入他眼帘的是便宜木材 拼凑而成的皮沙发 两块木头之间只有胶水或钉子连接 松松垮垮 妇女们一分钟砸150个钉子 再一想到中式家具精挑细选的木材 稳固的损某结构 王德文不免一阵心痛 于是他放弃了打工 决定回家捣鼓小家具卖 拉着桌子去赶机时 王德文和儿子王宝成 总会竭力展示他的街市 站在板车上 将麻将桌高举 再往下重重一摔 这样一来 围观和采购的人多了一些 但刨去成本 历史好多天才完成的一张桌子 只赚60元钱 有点得不偿失 家中越来越贫困 甚至儿子上初中的学费 也是跟别人借来的 就这样 又熬了几年 儿子要上大学 王德文决定让他顺应时代潮流 学习汽车维修 这时他规划好了儿子的后半生 也下定决心 让儿子与传统手工告别 年过五旬的王德文 直到时代变了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多年以后 自己会因儿子走红 2009年 儿子王宝成去4S店实习 王德文总以为 儿子能够从此安定 可谁知 一段时间后 儿子竟然选择了辞职 这让王德文内心很难理解 但儿子说 自己如今做的新媒体 才是时代发展潮流 王德文也就应允了 任由儿子去闯荡 后来听儿子说 他又打算去广西乡下定军 专门拍短视频 王德文再一次表示理解 不久后 孙子出生 王德文夫妇俩 从山东跨越大半个中国 来到广西 专职照看小孙子 这时 王德文才知道 儿子的事业遇到了平静 不知未来路在何方 一天 邻居孩子拿来波浪谷 给孙子炫耀 王德文一下子坐不住了 别人有的 我的小孙孙也必须有 接着 他就拿起一块木头 做出一个波浪谷 前后不到20分钟 他又继续做了竹蜻蜓 竹蝴蝶 会走路的小猪佩奇 小木船等一堆玩具 爷孙俩开开心心地拿着把玩 看到这幅画面的王宝成 深受感动 便决定轻松一下 将此视频传到网上 但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视频火了 比之前精心制作的 所有视频都火 王德文看着视频中的木质玩具 一瞬间也晃了神 仿佛看到了自己 记忆中的鲁班凳 当年的经验还留在心中 于是 他提出要做一把鲁班凳 还要在视频中 重点展示木头尺寸 钻凿方法 打磨方式等 让观众一看就会 不再像他当初那样费解 儿子也欣然同意 然后 这个视频又活了 王德文从此就变成了 阿牧爷爷 儿子王宝成也成功转型 之后 阿牧爷爷开始专心研究 以前没机会做的精巧工艺品 王宝成也跟着父亲学习木工 负责画图纸和设计 二人合作将鲁班凳 从第一代改良到了第七代 这些视频的点击量 累计也达到了千万 阿牧爷爷又将损某结构 与新元素结合 一年之中 制作了七十余件木工手作 很多博主 游客慕名拜访 媒体也前来采访 阿牧爷爷不愿扫他们的信 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当地政府开始重视阿牧爷爷 繁星了陈塘镇屯 两村的民居和道路 又在村庄最高处 盖起第二个木屋 希望打造 以阿牧爷爷为主题的 影视旅游基地 并借此打开 当地特产砂糖局的销路 一时之间 阿牧爷爷 从一名普通老匠人 变成了万众瞩目的 网红爷爷 他的行程 被安排的满满当道 言行举止 也备受关注 2020年初 阿牧爷爷和儿子 回到山东老家 集结了许多 当地经验丰富的老匠人 开了家具工坊 专门制作 鲁班索等工艺品 眼看着家具工坊 步入正轨 父子二人 又再次返回广西 继续着以前的生活 那时 阿牧爷爷 依旧有许多 推不掉的采访 他也总是忙着 配合拍摄 有时候 一个动作 要做很多遍 很累 腰也会疼 直到10月份 他病倒了 出院后 阿牧爷爷深感自己 许久没有进行创作 脑子也转不动了 他才明白了 宣传只是个口子 名气也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把事情做好 接下来 他们拒绝了 大部分拜访者 也拒绝了 想和王宝成 合作成立公司的商人 开始回归原始 阿牧爷爷 进行创作工艺品 儿子王宝成 进行制作短视频 他们清楚 传统的木匠技术 早已无法维持生计 没有几个人 愿意拜师学艺 目前只能依靠 攀设短视频的方式 去传承 因此 他们将所有视频 都做成了教程 让稍有基础的人 看后就能动手尝试 如今 儿子仍旧是 阿牧爷爷 唯一的唯一的摄影师 因为只有他才清楚 父亲的每个操作流程 才能清晰拍出更多细节 同时 他们也决心 外出学习更多记忆 做出更复杂的 孙某作品 他们去北京 看故宫角楼 一起看支架 量 交叉点 看基层 看房羊的龙头龙嘴 如今的阿牧爷爷 每天早晨 都会小心地把 聚 凿 错 辅 抱 摆放在竹子座的台面上 再开始当天的工作 60多岁的老江人 至今仍保留着 对传统工艺的敬畏 又立志 传承和创新 儿子王宝成 也要继续跟父亲 学习记忆 再引进现代工艺 让工艺制品 走进更多人的生活中 他还说 等到力量足够时 自己要和梁思成一样 四处游离 去详细记录 更多可贵的木工手艺 让他们长久流传下去 关于阿牧爷爷的故事 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 想听的明星故事 记得在评论区 留下他的名字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